好 好 好 好像變夏天了 開始 不好意思,今天一早,現在好像九點多而已 我們要跟崔友們來介紹,是經理自己還有崔友們都很受到崔友們歡迎的車款 公司KT的工廠裡面其實有一台Camry 6代的試乘車 這個尾燈,經理剛才認錯,這個尾燈,崔友教我過了 這個尾燈是6.5代的,如果是有兩個小半圓的,那個就是6代的 那這台是6代的,車主他也有做了一些改裝,把尾燈換成6.5代 這個尾燈是比較流線一點,比6代還要好看 那今天這台2.4的,是要來改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原廠的避震器也用了一段時間了 那車主的話本來在原廠的避震器上面有加了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我們之前有做過其他車款時候的直播就有介紹過了 這個它的功能算是要抑制它過彎側傾的一個幅度 但是避震器的軸心有形成,它的彈簧也有上下作動的形成 可是這個墊子它會抑制住它的側傾 可是也會限制住它彈簧作動的形成 如果以個人的看法,經理是比較不推薦的 那可以的做法可能我們改一點比較高磅數的 比較高磅數的彈簧,短彈簧的話 也許可以來抑制一下它的過彎側傾 好,那我們今天先不講KT的道路板避震器 我們今天先來講講短彈簧這個項目的改裝 一般來說有的車主可能只有為了視覺上的需求 想要把車高降低,所以改裝了短彈簧 那有的車款適合改裝短彈簧,有的車款就不太適合 那舉個例子好了,現在的Elantra MD 不是最新的AD,是大概12年到15年左右的 那一款MD,它的後面的筒身行程很短 那如果那一台車後面再做短彈簧的話 它的行程本來大概只有10到12公分 那改了短彈簧之後可能只有剩下10公分 就會比較容易經常性的觸底 那個就會影響到筒身的壽命 也會影響到正常行駛的乘坐感 但這台車KAMEL6代,這台車改短彈簧就沒有差異了 因為它的前面跟後面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麥花城的懸吊系統它的坐動行程很長 像這個坐動行程那麼長 我改了短彈簧之後就算浪費掉3公分的行程 也不至於會有影響 所以這台車改短彈簧如果預算的關係 或者是只有沒有在意操控 只有想要把車高降低的話 那改短彈簧也是一個方式 這台車就可以改 所以改短彈簧的話是要看車款而定 還有像是RAV4的四代 後面的行程也是偏短 甚至是最新款Toyota車系的TNG2的底盤 後面的行程都是比較短一點點 那這些車系就比較不適合改裝短彈簧 那這個車的話這個車就沒差 因為它的行程差 那這一台車的前後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改了KT之後高度高低的話能調整 這台車剛剛來的時候 今天還特別量色一下 它的前面的話大概剩下三指幅左右 後方的話是大概四指多 可是這一個的話 因為它有加裝這個房頂墊子 所以它的車高已經會失真 那今天想要降下來的車高 前面大概是兩指幅 大概32mm 後方的話大概是三指幅 這個是車主所指定的一個車高 那基本上這台車 以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為了讓它的視覺上會比較平衡一點 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前面是條大概一指半 後方的話是一指幅 因為這台車後面輪迴的高度 離地高度會比較少 所以這台車通常如果車身遠遠看 它是希望水平的話 前方的指縫會比後方的指縫 還要來得多一點點 它的車身才是水平的 但原廠的話它設定不是這樣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車款 它的後軸 彈簧幫數都做得比較低 所以它預設後軸 假設滿載三個成人 再加上行李 可能大概200多公斤 壓下來之後 它的後方下層的幅度不要太多 可是改裝了KT之後的公斤數 已經比原廠的高很多 一樣載重250公斤 同樣是會下層 可是KT的因為彈簧磅數比較高 所以它下層的幅度相對 就會比原廠少一點點 所以會看個人需求 但基本上的話 就不太需要再預留太多 它滿載之後會下層的幅度 那這台車有很多的結構設計 會有一個狀況 車友應該會有遇到改裝其他品牌 六代的、五代的、七代的車友 書一聽 有很多改裝 如果其他品牌的話 可能會遇到異應的問題 因為這台車的後 這個是前面 前面的話還好 前面的話如果也用原廠上座 也有一點點小麻煩 因為它要把上座做分解 而且它的上座 尤其是五代的 它的斜度 而且軸心有方向性 在沿用的時候 組裝的順序不對 方向不對 就會有異應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狀況 後方的話 這個是後方的 它的上座有一個斜度 有的品牌 它是做一個改裝的 然後一定會做斜度出來 沒錯 但是這個斜度 萬一跟原廠的斜度不同的時候 跟福特的一款經理 還蠻熟悉的車子 福特的Tiara 或者是Mazda的323一樣 它的後面上座的斜度 一旦不對的話 改裝上去一定會有異應 會有很低層 很像咕咕咕的聲音 這個就是上座的斜度不太對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這台車 如果改裝避震器 後面的彈簧 用直捲彈簧的話 那這台車糟糕了 這台車一定 後座一定是不好做 因為這台車 後手的擺臂位置 它的彈簧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斜度 除了彈簧的設計 其實還有很多的細節 可是改裝KT 不論是前面的上座 不用那麼麻煩 還要再拆來沿用 後面的上座 KT也都附上新品 像類似原廠形式的上座 所以KT的CAMOYA 一直以來都沒有遇到 車友們之前改裝其他品牌 遇到的異應的問題 而且這一條的彈簧 我們打了一個大圈徑的彈簧 是合上這個原廠上座的 結構設計 就跟原廠是一模一樣 所以不會有異應的問題 也非常非常好做 如果車友 車友覺得KT經理講的 有任何的質疑的話 很歡迎到我們KT來試乘 因為我們KT 就有一台CAMOYA 6代的試乘車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了解產品 來試乘看看 那我們現在 因為KT已經裝好了 我們就來看看 在車上的一個樣子 這個是後方 那在這裡 最主要要介紹的 就是這一條彈簧 這條彈簧上方 它是合上原廠型的上座 砍入的位置 就跟原廠是一模一樣 所以它的圈徑很大 公斤數的話是4公斤 這一個彈簧跟彈簧之間的線距 拉得很開 讓它的舒適度 能夠維持得很好 那後方的話 麥花繩的話 車高調整 這個很簡單 我們車高調整的話 把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鬆開之後 調整好之後 如果要低的話 就把它縮短 調整完畢 再把它旋緊 記得要敲一下 後方的話 因為它的麥花繩 它只有上下而已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托盤 銀色的齒輪狀托盤 不太會鬆脫 可是前面 它是麥花繩 麥花繩還要負責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性會旋轉 所以前面的話 就比較容易會鬆脫 所以前面的鎖緊的幫數 就要稍微高一點點 那後方的話 因為CAMMORI六代 像我們公司裡面的試乘車 底層數已經到了20萬公里 像這個離載串 如果用了大概超過 6萬8萬公里的話 就建議 順便檢查一下看看 這台車是都還正常 那還有一個地方 是這款車要特別注意的 就是後面防晴桿的橡皮 這個是防晴桿 然後防晴桿的話 它接後方的離載串 這個橡皮的話 尤其是五代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防晴桿的橡皮 如果內孔擴孔的話 就要注意一下它的壽命 會不會有硬硬的問題 那這台車基本上 都是專車專用 連上座連攤簧都專用了 所以哪有可能 這個是會用束線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全部都是跟原廠威師室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方的 前方的話 這個上座在這裡 上座的話很簡單 上座的話是平的 如果是五代的話 它這個是有斜度的 這個是有斜度的 就要特別注意 六代的話它是平整 七代也是跟這個一樣 都是平整 那引擎蓋打開 從這個地方很方便 就能調整阻尼了 往順時針這裡有一個H 它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會變軟 KT的設計 一共有30段的軟硬度可以調整 好 那前方的話 這台車怎麼說都是 Toyota很經典的中大型房車 所以Camory應該要有的一個舒適度 我們KT都會把它盡量把它保留起來 而且在注重操控的同時 也還能夠保留原來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前面這條彈簧 也算是一個設計的重點 前面這條彈簧 一樣是打一個大圈徑的 氣功徑的彈簧規格 所以它的稱度的話不錯 這台車是2.4啦 六代的話基本上有2.0 2.4跟3.5的 3.5的話因為台灣稅負的關係 所以二手車銷的話相當的差 2.4的話幾乎是市場上 最受到歡迎的一個係數 那2.0的話一般來說 都覺得它的動力稍微偏小一點點 所以像這款2.4 目前在二手車的一個流通的話 都算是這三個係數集聚裡面 最受到歡迎的 好 那這個離載串的話 固定在更原廠的位置以後 一樣ABS感應線跟油管固定器 都是跟原廠的位置 都是這麼專車專用的規格 好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Camory的車友 有想要試乘的話 或者是有剛剛經理介紹的時候 沒有補充到的地方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消息一下 谢谢观看